早安我們今天來玩一款免費的精神時光屋 它前面不用搶 後面應該是要付費 但是那是很後面的 前面可以玩的東西就很多啦 我原本對這款遊戲沒有興趣 想說它的畫面好像什麼都還好 也沒有評價 所以我就跳過去了 就這兩天在找遊戲的時候發現 哇 這遊戲根本就是一個時間小偷 我先玩過了前面的教學一部分 我們就可以一起來體驗一下 超好玩喔 然後名字要跳出來取 蠻有趣的 來 OK 我們從頭開始 初次體驗遊戲 然後它因為它好像還沒有完全做完 所以前面的畫面非常的陽春 然後它裡面遊戲的畫面其實也蠻陽春的 可是很好玩 你好 這是我的教官西姆 來囉 我們就一起體驗一下 控制上下左右 然後嘗試移動機甲 左側就是我們的防禦點 然後右側會有點來 就這樣 很簡單 但是這很簡單的內容 卻可以玩得非常的有趣 然後我們可以選擇自動攻擊或者是主動攻擊 主動攻擊比較好是你可以預判它的走位 如果試了一下它的自動攻擊啊 就是 打起來 它常常會打到它的後面一個神位會打空 好 近戰光刀 OK 學的還不錯 這個能力是粒子光刀 當敵人逼近的時候 近戰模式會自動開啟 然後光刀傷害還不錯 來囉 你看 它就攻擊 我們幾乎都是在這個畫面上面移動 整個遊戲 但是 我覺得遊戲機制越簡單 玩起來就越好玩 這款真的是 我差點 就是差點忍不住想把它全部都破完 然後想想不對啊 我們如果全部都體驗完的話 那就沒有87的部分給你們看了 是吧 呵呵 所以我教學只玩到一半 它光是教學的部分就很好玩喔 正式玩起來一定更有趣 你做的很棒 你現在那麼快就掌握了攻擊 你要獲得新能力吧 這個是挖掘能力 我覺得挖掘能力 我看一下評價 好像因為它要按住礦白鍵才可以探索 然後這邊右上角是我們的礦 可以拿到東西 接下來我們只要弄礦物可以蓋房子 還有的沒有的 武器之類都需要的礦物 然後我在原地站著不動 它就會開始挖 然後你如果挖了這一區 移動到下一區也不用擔心 你看你回來你的進度還在 所以你就是礦白鍵要一直按著 我覺得這點可能是 它到時候需要改一下啦 因為要一直按著礦白鍵其實有點小小的累 OK 然後我們這些物資拿到了之後 有沒有看到有礦石了 以及其礦物是重要的建築原材料 布局中有一個修理站 需要在我們這邊去把它建造出來 就在方框飆出來的位子 然後我們移過去就可以建造了 這樣一樣都是按空白鍵 它按鍵非常的少 有了我們有一個修理站了 修理站可以幫我們把我們的那個 機甲給補上去 剛建完就是這個 可以修理我們的機甲 然後加在上面就可以 就是這麼簡單 它的整個機制都很簡單 好但是修理需要消耗礦物 只有礦物充足才可以修理 OK 來 來了來了這個就是王 看一下喔 然後它會去攻擊我們的基地 但基地 他說基地不是最重要的 唉唷我要用金站 唉唷多了一個採集站 你看這時候每一輪都可以拿到新的東西 然後基地爆掉沒關係 我們機甲還活著就可以 這是重點 好 這是第一關的簡單的操作 然後會有一些提升 這塊老師我真的是迫不及待要介紹給你們 超棒 超好玩 恭喜你完成手勢駕駛 這很令人欽佩 當然要看你學習的東西很多 先看看作戰計畫吧 右側是這個 好像是教學 對 整個課程 然後左側去展示了地形跟布置 這裡就是我們可以放的東西 好準備出戰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到下一關去 OK 來 接下來就是 後面的各種教學 我們就先把教學全部跑一遍 大家就可以知道這遊戲要怎麼玩 每次開始新的戰鬥 要採集跟建造 然後有一個新的建築物 它是非常實用的採集戰 如果有充足的礦物的話 先採 先放那個採集戰 OK 然後 看一下我們這裡 好 我們要先挖一個礦 對 要先挖一個礦出來 OK 採集戰可以了 然後它就會幫我們生產礦石 然後礦石 可以自動挖掘 省缺一點採集時間 我們只要走過去 它如果挖完礦石就會跑上來 然後 這個獄錦條滿了 就是剛才那隻蟲子 蟲蟲會跑出來 OK我們要繼續採 然後它的自動攻擊也蠻方便的 就是 看你們自己習慣啊 我剛剛是有把自動攻擊打開 OK 不過因為它後來還有別的武器 欸有了也放了 OK 第二個 完成 繼續挖繼續挖 然後 敵人就是一波一波的來 看起來很簡單 然後後面會越來越難 我稍微看了一下它那個 後面敵人來了 真的是一團亂 OK拿一下 有了我們一個修理戰了 建築也有越來越多 後面還有一些光炮之類的 再來是戰鬥任務 我們首要目標是消滅蠢王 然後還需要營救戰友 OK我們要這邊營救他們 只要在上面一樣按空白鍵 是不是超級簡單 它幾乎就是 上下左右空白鍵 我已經很久沒有玩到這麼極簡的遊戲了 但極簡歸極簡 它真的是內容滿滿 OK 營救 等一下喔 這可能要先解決掉 一個新的駕駛員 每次營救成功之後 都可以招募新的駕駛員 駕駛員晚點再聊 接下來任務就很明確了 你去消滅所有的敵人 包括蟲王 然後機甲一段陣亡 我們整個任務都會失敗 除此之外 建築物的損傷無關緊要 就像我剛才講的 它建築本質是保護我們的掩體啊 還滿特別對不對 通常都是要保護建築 但在這遊戲裡面 機甲才是重點 來了 這多了一隻 變兩隻了 我們進戰 好痛喔 好像把王解決掉 就 他們就會撤退 OK 多了光塔 還有磁城池 它是技能的樣子 目前你們感覺如何 應該是如果對這方面有興趣 這種類型遊戲有興趣的 我想應該已經下載了 可能就不會跟著我們一起看教學了吧 來 然後這個是我們新的駕駛員 駕駛員我們目前還不是很了解 它那個方格是什麼意思 做得不錯 讓我們開始下一課 就是建築布局 建築需要提前做布局 然後才可以在戰鬥中建造 我需要親自安排 OK 來 然後這個是布局核心操作在這邊 在左側的建築列寶中 我可以瀏覽不同類型的各種建築 可以單集需要的建築 右側是我們需要布局的場地 只有綠色區域可以進行布局 由駕駛員所決定 然後 左鍵可以進行布置 右鍵可以刪除修改 就是我可以把它拉到我想去的地方 像這個 修理站 放這裡 採集 採集 這裡好了 再來 駛城是技能 光塔 OK 這樣就OK了 然後我們要來去教學第三關 布局中有兩個新建築 是光塔和駛城塔 他們都很有用 稍後再介紹 礦物是一切的基礎 好 我知道了 我們先來 一開始先送我們一點礦 我們還是得要自己挖 然後也要攻擊 有了一個採集戰了 接下來我們就是多挖點 然後多打點 他們好像到了一定的位置就會橫向 你看 我如果不管 他就會橫向籃過來攻擊我們 所以他不會跑到最底 像有些這種 就是 建造防禦類 他都會跑到最底 然後就要扣血對不對 這個蠻特別的 他是 到了最邊邊之後 包圍你之後 才能辦法把你給殲滅掉 所以你就是 我們的機甲 就是重點核心 採集戰在一個 就是主堡 機甲本身就是主堡 那箭子就是額外的 在這一點的設定上面我覺得蠻有趣的 然後近戰武器超強 我們要多利用近戰武器 這樣再來第三個採集戰 每一輪就要默默的把我們的防禦給蓋好 然後我覺得比較麻煩就是 像有玩家反應的 他那空白鍵要一直按著會比較累 然後我們有一個光塔了 來個光塔吧 是一種典型的防禦塔 可以主動攻擊敵人 但缺點很明顯 他只能在固定的位置進行防禦 防禦塔每發射一次攻擊都要消耗少量的礦物 所以一定要保證礦物充足 才能保證防禦塔正常的運行 站在防禦塔上面可以擴大他的威力 但是我建議是不要依賴防禦塔機甲 才是最重要的輸出手段啊 有了 我們還要繼續挖 OK 我們的修理戰可以最後再來 先來蓋這個磁城池 磁城池是屬於技能拓展型的建築 這類建築都會激活一個能力 在右下角會有能力 你有看到格子這麼多 超多能力可以玩啊 激活了這項技能之後 機甲的移動速度將會提升 如果建築被毀技能將會消失 所有的技能最高可以升到三級 他們效果會逐漸提升 只要重複建造 就是多蓋幾個他就會提升上去了 有了有了有了 倉物拿多一點 然後修理戰 OK 我這樣移動速度就變快了 又發現了殘骸 即使面對再大的困難都要營救戰友 敵人確實越來越多 而有一個特殊的彈藥叫連射彈 子彈通常都有裝填數量 所以不是無限的 來 我們拿一個 哇 這個威力明顯不一樣 有一個新的駕駛員了 OK 這有點像機槍的感覺 機槍塔 那我們要記得拿礦石 重王似乎快要甦醒了 你要沉住氣 最終決戰就要來啦 然後劍竹可以損壞 但不要讓機甲震亡 加油 來了來了 大隻的 欸 我的近戰攻擊 其實可以讓他拉一個 他打不到我的距離 對 剛剛好 關 連射艙 生產連射彈的建築 就是我們剛剛拿的那個彈藥 是不是還蠻好玩的 很簡單 但是 畫面陽春但是很好玩 我們多了一個 又多了一個駕駛員 我目前還不懂駕駛員效果是什麼 我們可能後面可以知道 然後我教學就玩到這邊 我們還有兩關我是還沒有玩過的 所以我們就 我看一下有布防 只有綠色的開通地塊才能佈置建築 因為 因為這些地塊上又有駕駛員 如何佈置駕駛員 首先 點擊左上角的切換按鈕 可以切換建築或駕駛員 原來如此 我剛才講的 現在就要學了 我可以看到每個駕駛員的圖示 只要把它放在地塊上 就可以完成它的佈置 OK 像玩俄羅斯方塊一樣 這真的是很簡單易懂耶 對不對 簡單易懂 我可以旋轉嗎 好像可以耶 對耶 可以旋轉耶 就這樣 你來 哇 你做得很好 先佈置駕駛員 然後佈置建築 主要是在戰鬥時進行採礦跟建造 這是必要的標準程序 其中在佈置建築的時候 每個建築都有佈置的數量限制 我可以通過點擊擴增 增加數量 重複建造 總之 布局屬於戰略層面 要綜合思考很多 才積 火力 技能發展 相信你一定行的 哇 是不是有點雞皮疙瘩 哇 簡單 但是超好玩 簡單但是超好玩 就是我心中 好玩遊戲的代表 然後這個磁產先放上來 光炮放上來 連 但我這個放前面一點好了 這樣子我們要拿東西會比較方便 OK 就這樣 然後我還可以再生產更多 我可以再額外增加它 我們採集戰 啊 我要花上面金幣 OK 再多一個採集戰 採集戰被打爆比較不心疼 所以就可以拿採集戰當作是我們的 第一 當作城牆 它可以採集東西又可以當城牆 是不是還蠻適合的 好 我們來下一個教學吧 這邊我就沒有 沒有體驗了 我們就要一起體驗了 怪物是會掉落一種金屬碎片 然後是重要的圓力資源 要盡可能多收集圓力 可以被帶回營地 而且是我們那個買東西用的 圓力在戰鬥中不能使用 但經營層面非常有用 而礦物只能在戰場上使用 因為它質量太大不能被帶回 然後還有生命員 是復活 初始情況下只可以復活一次 資源就是這樣還是老樣子 先採礦建築吧 OK 來 我們慢慢採 我就只有小小的 欸 下面那個不知道什麼東西 我是不是把 東西放太前面了 應該放遠一點對不對 放後退一格會更好 OK 然後我們要湊到 湊到100好難喔 這包有什麼 看一下 這是剛剛沒有看到的東西 喔 強磁吸引 哇 所以我們可以在上面 挖到不一樣的東西 啊 第二個採集杖 我再挖一次 地方是可以重複挖掘的 喔 哇 它可以重複的挖到強磁吸引 會不會太強 所以我如果懶得拿東西 我就過去採一下 超棒 OK 這樣我們有四個能源戰 採集戰了 應該方便很多 然後等一下就是光炮也叫出來 我們先升級那個 喔喔 新的怪物 這個看起來像青蛙的東西 我們連彈艙先來好了 對 連彈艙先來 這樣子我們 開發型建築就像一個操作台 我需要站在操作台上面 喔 還要生產時間就是了 OK 然後有一段操作冷卻石 那我們先把這個 先把光塔蓋出來 OK 有了 武器武器 哇 這樣好很多 這樣好超多 然後物質越來越多耶 再來把我們這個加速也給拉起來 修理戰也可以直接蓋了 可以 我們多買一個資源塔管是對的 你看那個物質給的很快 然後挖這裡 唉唷 這什麼 戰鬥中除了用左鍵攻擊之外 右鍵也可以執行特殊攻擊 重武器 喔 我剛創建一個叫火炮 是一個火系重武器 殺傷力很強 右鍵可以釋放 然後按住可以蓄力 蓄力滿威力會提升 然後還可以拿更多的量 恩 巴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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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有點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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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槓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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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太嗨了 網來囉 剛好我有連彈可以用 然後我要拿這個炸網 哇好多隻喔 炸 喔 網不會死 合理合理 這大隻的 如果炸一下要死了就不上網了 好痛喔 火炮庫 火炮庫 創建火炮建築 自動用 我看一下火炮適合對區範圍內小怪進行打擊 火炮這是我們剛剛拿的 這是我們剛剛拿到的重武器啊 應該是 OK OK 哇 然後 恭喜你了 遊戲場圓滿的戰役 只是恐怕我們要說再見了 當你完成最終考核 他就要走了 會被派往其他星球去戰鬥 我將與你一同參加最終考核 祝你成為一個優秀指揮官 將有洋洋居寫助我們 喔 機器人洋洋 蛤 不是妹子喔 可惜喔 我還以為是 這個畫面上的妹子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詳細部分 這裡是敵人 會來的敵人 前戲耶 喔 無基因樣本 出場數量 我們如果有打過或是有什麼研究 就可以看到他的生命轉量還有攻擊力對不對 不知道為什麼剛剛那個研究字念特別久 對耶 你看 他上面都有 如果有打過他的話 再來我們 不妨看一下 我們這次 在佈局中 你會看到浴制 喔 現在有個主基地了 喔 我還入 那我剛剛講錯了 我以為我們機甲就是主基地 沒有沒有 我錯了 所以 主基地也是 跟基甲一樣重要 只是因為我們機甲炸了 主基地大概也炸了啦 所以還是有個基地在那邊 那我誤會了 再來是佈局儲存 我們可以把常用的佈局進行儲存 就不用每次都載入了 就不用每次都重弄了 再來是按住他3秒就可以打開人物詳情頁面 進行升級 喔 哇 看一下 建築強化 所有建築最大生命值將被提升 然後 可以擁有多個建築石同時被建造 再來是 被摧毀有再次建造的機會 我好像必須要 學一下 OK 關掉 沒有啦 不是按這次叉叉啦 是按上面的啦 它的話呢 按住3秒 攜帶礦物 喔 代表說我一開始就會有6個礦物可以用 那我剛剛應該3個都要用的 沒關係 我想想喔 我們這裡的話 這個 然後旋轉 這樣子 好像有點 不是很好看 然後存為默認 到時候我們再改動一下 我想要他3格的到時候 因為他還有 我看一下喔 我們這裡 他剛剛 我們還幫他加一個能力是重複建招 摧毀後可以再次建招 好像是蠻棒的 我們就可以把那個採集戰放在那邊 被打爆了也不受影響 我原本是這樣想啦 然後手裡站在上面 這些我們 比較不重要的就 光塔放在這裡好了 光塔會不會第一個被打爆啊 連彈槍還有火要炮褲 OK 存起來 之後我們就可以用這個 但我們可以再改善一下我們的建築 接下來我們要去攜手同心 這是教學的最後一關了 來囉來囉 一開始送好多喔 我會把駕駛員 作為駕駛員參戰了 會把建築布置在這些位置 將會成為對布局的補充 喔 OK 因為這些是真正的戰鬥 當前的關卡已經開放全部區域 我可以在全屏走動了 木希的協助也很有必要 本關卡出現可怕的前蟲 我沒唸錯 你要盡力的完成建築布局 盡全力的保護主基地 我懂了我懂了 我懂了 這個武士坦是什麼東西啊 來來採集戰先 OK然後要先攻擊了 哇我們可以瞬間可以蓋了好多喔 然後我們的錢也好多喔 然後這邊再蓋完 我們都先把採集戰蓋起來 優先有採集戰再說 然後那個好像是要營救的對不對 下面那個是要營救的 然後磁城磁我覺得我們也要先蓋 要不然我們移動太慢了 OK 再來一個 磁城磁好像可以蓋到三個的樣子 來這邊三個 他說三個好像可以再提升 能力 然後賺點錢 已經物資在上面了 礦在上面不知道還不會再繼續生產 然後這個不知道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武士坦 效果是 提升近戰能力 那好像不需要那麼快對不對 啊我光炮放太上面了 我覺得光炮應該要放在下面 中間 會是比較好選擇 我把它切了對不對 嗯87了 好 冷卻中 OK 喔來了更大的 光炮了 對光炮放在上面 它可以打的範圍一定越小啊 我怎麼會 我怎麼會這樣放呢 哇 哇 好火炮庫可能要一個 星光石不知道什麼 等一下我先去營救一下 我怕我等一下來不及營救 來來來來 先把隊友救回來 有了 新駕駛員了 然後這個拿一下 這好大隻喔 哎呦清掉了 OK 再拿一個這個武器 好這樣好 好打多了 我的物資好多喔 一下子就滿了 星光石的來 看一下星光石的效果是什麼 喔這個會自動生產 力場展開 我成功激活了防禦力場 喔這是最重要的東西 然後機體會變綠色的 它是一種高級防禦能力 喔可以自行修復 當建築連成一整排的時候 防禦力場將被激活 相連建築的力場效果 會點亮綠色的角燈 啊那沒有一整排 所以只有最後面那一排才有欸 對耶最後面才有 喔那尷尬了 OK維修一下 然後火炮 火炮它會自動生產 也蠻棒 火炮非常方便 OK這裡拿一個 然後探索 這樣探索那個火炮也會給我們嗎 不會 這個要自己拿 不過我覺得我們目前打起來應該是沒有問題了 來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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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瞄準 就是蓄力的時候不能攻擊的樣子 對蓄力的時候沒有辦法同時攻擊 不過看起來應該是沒有問題 然後我們這裡再挖一下 唉唷 這什麼東西 等我一下 這個是圓柱軟 哇 唉那圓柱軟之後它跑到底部會怎樣啊 該不會就不見了吧 唉不見了啦 這個感覺起來應該是要等到 等到王來的時候再用對不對 不然我87了 對捏 我這樣子把它浪費掉 超級 超級不划算 喔BOSS來了 然後我現在發現我旁邊有一個無人機欸 無人機是從哪來的啊 啊星光戰機是它啦 所以護盾是護盾 星光戰機是星光戰機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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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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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還要寫啊 還會有新的點來 等一下我們可能需要更多武器了 OKOKOK 哇~~ 炸他 這次沒有辦法把他逼後退了 好險 好刺激我的天 進化池可以激活進化技能 過關了 這只是教學耶 我的天啊 新駕駛員進化池原力增加 駕駛員可以到好多喔 招募 總共8個 所以接下來 過場動畫依舊沒畫 所以他應該是到時候還有 就是新的部分 那時候要花錢可能就是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這遊戲很棒 欸 畫面變彩色了耶 我還以為他那個色調一直都這樣子 所以我們接下來可以來個戰役 OK 我還可以看到 我還可以看到世界各國其他的玩家 他的排名是多少耶 哇 這還要再加上如果有這個排名系統 就很有趣喔 這裡受到了駿毯的嚴重孵化 需要進化駿毯才可以戰鬥 進化只是必備的建築 OK 啊 然後這裡也是五大關 然後會有鋼甲蟲 我也可以選擇不一樣的地方打耶 應該是全部都要過完 對 然後看一下我們的步防 呃 駿毯 會降低移動速度 進化後才可以建造 那我可以直接把 唉唷 新的建築它四個耶 我可以直接把駿毯放在 OK 可以 那我的基地到時候是放在這裡嗎 好 我們來想想嘛 要怎麼佈置會比較好 OK 就這樣子 這樣子第一排會有防禦 會有立場 再來它加的東西比較多 每個人都有攜帶礦物 然後它有重複建造 它被毀掉的話還可以來建 然後建築強化 因為它的位置是在 這裡 這一格 然後四格在這上面 然後它帶了一個 我覺得比較有趣是什麼 聯合建造 不是很確定它的意思 可以同時建造多個建築 所以應該是我如果這邊三個都是那個 就是拿資源的 它可以同時建起來嗎 不是很確定 然後這裡我們都要進化完 可以弄個砲台在這邊 大概是這樣 然後第一排防禦 基地該在後面 OK 再來是 等一下 我們這裡先存為 OK 再來採集戰 1234 然後我還可以再 我沒有錢買了 我沒有錢買了 我是87 我 我在那邊想了半天 想了半天 然後 激化 這進化尺需要激活後 可以進行進化 所以這個一定要蓋對不對 好 那我們的光塔放在這裡 到時候進化我們再來弄 再來是 我們的援助詞 是可以 欸 喔 激活後使遊戲進入雙人合作模式 什麼 這遊戲還可以多人遊玩喔 雙人模式不參與積分 喔 所以 我如果要打積分的話 我就必須要 我就必須要那個 把這個東西給拔掉 對 我要拔掉它 好 然後 修理戰我既然沒有蓋 我拔起 真的不用主堡嗎 嗯 OK啦 來來來來 開始挑戰 哇 OK 有錢了 採集戰先蓋 然後 我們要撐 撐完20分鐘嗎 一輪要打到20分鐘那麼久喔 20分鐘王才會出來嗎 是這樣子嗎 好 我們要開始挖礦 啊 他那個聯合採 聯合建造 如果我的礦不夠多 我根本就沒有辦法 一下子把他們建出來 那我花那個80塊 放那個聯合建造 感覺就很不划算對不對 對 不划算 好吧 我們幫你採了一個雷 那記得先不要點那個 因為前期的錢 七八十塊都是很重要的啊 嗯 我還以為我可以一次建很多 然後他還有比較便宜 會是比較好的選擇的 然後 然後這邊我們要 多挖一點 然後我們四個 四個資源點都起來了 對啊 如果我可以多蓋一個 把那80塊省下來 多弄一個支援戰的話 我們 速度會快很多欸 嗯 他快很多 我說支援收集的速度 唉 那真的不應該 但我覺得他可能後面會很有用啦 所以你一開始支援很多的狀況下 喔 這個還要進化 難怪我剛剛在那邊蓋了半天 他都還沒有動作 都還沒有動作 來 進化池來一下 有進化池應該會進化快很多 看一下喔 俊坦是非常討厭的 可以用進化這個劍消除他 進化池 然後在那上面一樣按自空白鍵就可以了 進化非常必要 還可以挖掘到隱藏物品 進化會加速蟲王的蘇醒 喔 OK 好 來 唉唷欸 你看這個進化速度 明顯比剛才快超級無敵多 超級多 這不是1點2點的多 超級多 然後 立場展開 有了 我們礦石拿了 他就不會 他就不會繼續 啊 礦石沒拿啦 他就不會繼續生產 所以我們要及時的把礦石拿走才行 這個修理戰也好了 OK 我們接下來就是 連射 再來這個拿一下 他直接幫我把這個 全部礦石一起吸回來 還有錢 那我們就可以弄連射的 拿一個連射之後 我們就可以進化 這樣子 有了有了 進化當中 進化速度好快喔 這邊 100 然後敵人來的速度也很快 你看那個 我進化一個坦之後 他就變8欸 喔 進化會給好多的礦石 等一下喔 這邊這邊這邊 喔喔喔喔喔 敵人數量太 喔 新的蟲子 啊 又變小的了 我們要及時回來 然後我在想 我把這個連射槍扣到90幾% 好像不錯欸 在他冷卻的時候不能按 但如果我子彈還有 然後他冷卻已經結束了 或許我們就可以這樣做 OK 然後拉這個 我們這個應該也可以探索到90幾% 然後 到這邊來的時候 這邊礦我就不需要再等 這樣子 90%留著這樣 OK 這邊再一個 然後這邊扣個 先留個90% 因為他原本的操作 啊啊啊啊 擺給了 我還正想說要示範一下 我的想法的 87了 OK 3格 欸 這裡 喔 殘骸營舊也需要 把那個泥給挖掉欸 對欸 也需要挖掉欸 好 然後再2就會來了 喔 然後這裡也多了1格 這邊等一下 我們留到90 快快快 大殺氣 這邊也探索留個90 我們沒有急的必要 欸 不對欸 他會重新來欸 有一些地方是會重新來的 對 你如果一直不理他 他就會慢慢的退回去 所以可能沒有辦法 但是 連射長島是可以 哇 等等等等等等 好 等一下 王要來對不對 我們把這波吃完 我們如果直接把那個泥進化掉 我猜王應該就直接來了 所以 先等一下 啊 還是來了 OK 我的傷害會打好痛 欸 那王勒 王在哪裡 我看 我們需要補一點血 補完了 喔 他會生小隻的 給你一下 我 OK 再給你一個 再給你一個 哇 等一下喔 這邊炸一下 我們大殺氣 欸 他會還我樹欸 我會被還樹欸 哇 哇 OK 啊 太好了 不用等到時間結束是不是 武士可以激活利潤 啊 然後目標有這三個 OK 順利過關 他謎語拼圖不知道什麼東西 然後營救殘骸 所以那二十分鐘 並不是一關的時間二十分鐘 而是 我們要在二十分鐘內 把我們的目標幹掉 就是把王給幹掉 然後順道把其他的 可以棄用他或招用他 他只有兩個 兩個招用一下好了 反正招用他應該也不用 應該也不用花錢吧 是吧 應該不用花錢吧 信號按鈕正在閃爍 這是一個臨時任務 要在布滿駿坦的區域中執行 臨時任務中不能進行佈局 但可以激活輔助技能 需要使用科技點 然後臨時任務出現時 要盡快的去完成他 看一下 臨時任務 歡迎參加信號發射挑戰 你需要記住地圖中信號員的位置 並可以臨時激活右側的 哦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囉 相信如果對這遊戲有興趣的觀眾 大概早就下載了 因為這遊戲不用錢啊 免費啊 太誇張了 然後如果你喜歡這種 需要動點腦袋的遊戲 也可以看一下FTL 或是憲政之志 都是非常好玩的遊戲 只信你也知道我沒什麼腦 所以玩起來比較辛苦 但如果有興趣的話都可以去看看 那幾部都不錯 那之後如果有些有趣的新遊戲 再找機會拍給大家看 有空的話可以幫我按個讚 然後也可以把鈴鐺打開 因為他現在默認都會把鈴鐺關起來啊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 這樣子會有更多的通知 那我們也可以一起玩到更多新的遊戲 那就是這樣子啦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